都说时间是个好东西 因为所有的疑团都会通过时间得到答案 所有的事情都会经过时间去验证他的真与未善于恶 相信汪峰老师对于时间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一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曾几何时 汪峰被贴上渣男的标签 抛妻弃女的形象深入人心 而他和张子怡的这段恋情 也被网友们各种不看好 很多人都认为国际女星张子怡和汪峰谈起了恋爱 是一件非常堕落的事情 张子怡为此还在有人面前哭 觉得自己两个人真心相爱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理解 不看好不支持他 按理说 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张子怡作为公众人物 拥有大量的粉丝 如果他的选择 他的做法得不到别人的支持的话 那他内心一定是失落感非常强的 演员无论戏里戏外 都希望得到观众的认可 这是演员存在的价值 都说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如今的汪峰和张子怡已经结婚多年 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心宝 这对曾经被万人不看好的夫妻 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明 他们当初选择彼此在一起是对的 网友们对于这对夫妻的态度 也从之前的不看好到如今的祝福 支持与喜爱 正是为了让粉丝和网友们更好的了解真实生活当中的自己 所以张子怡才决定和老公汪峰一起录制妻子的浪漫旅行 这个综艺节目 通过这个综艺节目 网友们更加喜爱上汪峰和张子怡这一对夫妻 不但粉丝和网友喜爱他们 就连节目当中的其他嘉宾也对两人非常的喜欢 张智玲就不无羡慕的评价了汪峰和张子怡的感情 直言不会说汪峰和张子怡在一起的时候相处得非常的舒服 两个人能不能相处得舒服 对于两个人能不能长久在一起非常的重要 而被张智玲夸赞之后 汪峰老师也是乐得和不拢嘴 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 网友们也感受到了汪峰的好性格 纷纷夸奖汪峰性格很搞笑 幽默是一种能力 幽默的人更容易被人喜欢 恭喜汪峰老师以他幽默的性格赢得了更多粉丝的喜爱 也祝福他和张子怡能够百年好合 最新一期的妻子的浪漫旅行二中 妻子团也敞开了心扉 聊起了闺蜜之间的话题 袁永宜夫妇堪称神仙眷侣 不过 张智玲也有不理解老婆的时候 原来 袁永宜也和很多女生一样 生了孩子之后就出现产后抑郁 张智玲却对她发脾气 甚至还摔门而出 这件事情也让当时的袁永宜出现了情绪波动 谢娜却说出了关键 很多年轻女生也受益匪浅 袁永宜说道 我生完孩子之后 就安心待在家里 结果就出现了产后抑郁症 袁永宜和很多新手妈妈一样 情绪波动很大 还容易焦躁 袁永宜坦言道 我当时看到什么事情都会看不顺眼 妈妈有一次去买菜 我看见她拎着两个菜篮子 我竟然就哭了 不过 有件事情却让袁永宜非常伤心 原来 有一次张智玲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袁永宜却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 这也足以证明产后抑郁让她的情绪很不稳定 让人意外的是 张智玲却对她发脾气 甚至还摔门而出 袁永宜也直言道 我第一次看见老公生气 听到她的关门声 我当时就崩溃了 其实 张嘉尼和谢娜也同样出现了产后抑郁 不过 谢娜的心态却很好 她甚至找到了缓解压力的好办法 谢娜还说出了关键 产后抑郁并不可怕 老公很关键 不只是陪伴 学会自我调节更重要 谢娜说道 其实生完孩子之后 如果觉得在家休息很适合自己 那是最好的 但是 一旦出现了不稳定情绪 就要学会同时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谢娜继续说道 其实 很多男生都觉得在身边陪伴很重要 但是 出现产后抑郁的女生 往往会把很多小事无限放大 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 除了老公之外 懂得自我调节也很关键 其实 刚开始的时候 谢娜的情绪也不太稳定 不过 她发现了问题之后 就提前付出重新去主持快乐大本营了 工作也冲淡了她 拜训